打炸仪表版变成单独的网页 原来的数据都搬到这一个网页优化 搜寻打炸仪表版 不打165 都可以看到打炸仪表版 警政服务的APP 就会有打炸仪表版的数据 优化美化网页 看到每一个项目首页左下角 我被骗了吗 点击下去可以知道哪些案内 你是不是可能被骗 中间是我要报案 跟我要检举 每日诈骗手法的前五名 第一个还是最多的 还是投资诈骗 其次呢 网路购物 那再来买家呢 来骗卖家的这些案件 第四个呢 每个县市呢 每日的案例呢 都可以来查询 诈骗手法 话数 我们曾经宣传过的一些影片 或是一些图卡 政府打炸 预防犯罪 试照新的措施 11月份呢 发生的案件 有18204件 损失的财产 126亿 7594万 非常惊人 但是我们跟10月份比起来 案件增加差不多 就是0.3% 踩手增加5% 其实有诈骗以来 我一直在背诱 直到昨天 还有人问我说 送书 其实投资诈骗一定是假的 没有谁一定要为你 为你赚钱 如果太百发百中 早就很富有 不需要接管你的钱 为了避免投资诈骗 不买个股 连台积电都买掉了 只要有人要接管你的钱 说会帮你赚钱 肯定是个错误 不会有人还给你 你说的感情诈骗 公司有一个前员工 网路上认识人家 对方就说 从国外要来看他 跟他要500万 小女生怎么会有500万呢 去地下钱庄介 被押在那家庭拿钱 去把他赎出来